你真不知道,你真不知道,你真笨东西 主子,您心别心急吗 刚才你不是听徒总管说 副管医师被救走了,可是下落不明 说不定找到个手,只会失手 你笨了啦,说不定说不定 这是能赌运气吗 你还不快把管医师人找回想法子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副管医师给我杀吧 是 请不要说爱上我因为 寂寞 就当我去什么都没发生过 怎么样,是不是公主的伤势很严重 公主的伤不碍事 可是好像有了喜闷 喜闷 你的意思是说公主有了声音 是康熙的 什么 公主怎么会这么糊涂 她和康熙有不共戴天的魔仇夹刻 她怎么可以 不行,这个孩子一定要出去 公主 公主 公主虽然不该怀有这个孩子 但是她也是公主的孩子 再说,孩子是无辜的 那你 正所谓一将功臣万无苦 我们不能为了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而坏得大事 更不妨 公主是我们反行正式的精神领袖 她若生了康熙的儿子 将来无何不做 反正 废药 是 蓝衣 哥哥 你醒了 蓝衣 你没死 谢天谢地 幸亏你没事 那天你受了重伤 又被你打得刺了一刀 结果是男生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再也听不到你了 多谢老天年保佑 保佑你平安无事 来 快谢谢这个顾帮主 是他救命 多谢顾帮主 能够打解公主 是属下的荣幸 请公主不要客气 你在说什么 我是哥哥 不是什么公主 你说你是属下 你是谁的属下 该把事实的真相 告诉公主吗 什么事实真相 蓝衣 他在说什么 在下中南派 顾一舟 参见公主 中南派 你是问的 蓝衣 别怕 顾帮主 他不会伤害你 没错 而且我们还会追随公主 带领我们完成 反清复明的大业 反清复明 我怎么看能领导乱长 我是满人 我为什么要完成 反清大业 你不是满人 你是汉 还是民事的公主 蓝衣 这个人说话 天山导寺的 莫名其妙万七八糟 他觉得我头都昏了 人也糊涂了 蓝衣 这里好奇怪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公主 您冷静点 听我说 你让开 蓝衣 公主 听我说 你的真正身份 却是民事的公主 当年民事退守免殿 却遭清兵围攻 皇室毁灭 复达将军暴政 听着权力 想要杀猪重温 可是因为对抗清兵时 他受了重伤 最后破云无奈 把你交给清兵围剿 明朝的复阵 你胡说 怎么可能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如果我真是民事 那么我阿玛是满人 可那个什么 什么将军那是死对头 怎么可能把我偷付给朝人 那是因为当时情况危险 为他将军行 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方 他别无选择 只有至于死地而后胜 他用了最后的气力 他战后了复阵 可是他并没有杀死复阵 而把你交脱给了复阵 我不相信我阿玛会冒着通敌 杀透了罪名 来受养一个民事的公主 那是大明屈辱未尽 老天爷让大明妻子回身 他会让魏大将尹把你交给附阵 这么一位重情重义的汉子 这么多年来 附阵他遵守承诺 一直把你视为己出 够了 你不要再嘴巴连篇了 我不相信你信口 曾王所编出来的故事 我是阿玛的精神女儿 我是满人 我是杀生哈家族的御哥 你不是满人 你是汉人 你不是 你是大明朝的公主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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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宗 你是民事的公主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是 你大胆 我阿玛对你这么好 我这么爱你 你怎么可以跟这群内谣在一起 我要回去告诉阿玛 叫他开了你的脑袋 宗主 你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我忍入腹中 牺牲我自己的民间 装扮成那样 混入亡 我为的就是要保护你 照顾你 怕你哀恶受冻 怕你受人欺负 我躲躲藏藏 辛辛苦苦 耗尽我大半的青春 我得到的是什么 是你一生 要砍了我的脑袋 我知道吗 蓝衣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他们说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因为当时我灾成 我亲眼目睹 是其所有的经过 你知道 你是大明皇后的亲生女 我是皇后的亲妹